我平时自己在家里都会做饭 唱 猪雷海 就准备看我 大展身手吧 哈喽哈喽哈喽 我又来了 看到现在这一个场景 就应该知道我要干嘛了吧 就是 跳舞 没有啦 之前大家有问我就是有没有考虑过 拍做饭的Vlog 然后今天 就是想要把大家这个愿望 要新年了吗 春节 然后就想要做一顿饭 然后跟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过年 我平时自己在家里都会做饭 像什么 猪肚鸡啊 咖喱鸡啊 猪豆门牛肉啊 猪螃蟹啊 什么的都是我做的 这一次呢 就准备看我 大展身手吧 这谁做的 不是都不是我做的 我完全没有做过饭 所以这一次是我的第一次 做饭的出场式 我也还没有想好就是菜单 但待会逛超市的时候 看到什么食材 然后有什么灵感 然后就做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超市吧 走 寒冬 穿睡衣 逛超市 为小蝴蝶 买菜的老板 可以整理一下 新鲜 看到西红柿 西红柿要怎么看它 新鲜不新鲜的 只要怎么看它 就是 比如说它要曝新鲜了 嗯 你看 上来看 你看皮也差了 所以我觉得要起皮 但它就很软了 那你也曝新鲜 它摸它就绿蒙 它就绿蒙了 啊 我感觉这一个好像还行 非常的硬 而且颜色刚刚阿姨说就是 红色就是越深的话 可能就越老了 但它这个可能还比较新鲜 选鸡蛋的诀窍在于 鸡蛋的诀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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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一个这个白糖糖糖 叫香酥 好我们再找一找看 有没有灵感想 第二个菜 板栗烧鸡 好像很难的样子 pass 蒜苗回锅肉 好像也挺难的样子 pass 我刚刚找一找 就大家家常菜一般会吃什么 我看到了糖醋排骨 但这个步骤好像有一点难度 但我觉得可以尝试尝试看吧 食材需要什么 猪雷排 冲 猪雷排 第一眼是它 那我就拿它了 猪雷排有了 生姜有 然后葱有了 料酒 应该是有 然后我有这个白砂糖了 然后老抽生抽 我记得是有的 现在第二道菜也有了 第三道菜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刚刚看到 其实这边有那个咖喱鸡 然后我是想 马来西亚的咖喱鸡 很久没吃了 虽然说它是已经配好的 但是 也是需要我 看管 掌控火候 马来咖喱鸡 登登 当然还要来个甜品 我们去找个冰淇淋吧 因为我来超市 从来没有买过菜 没有买过肉 冰淇淋倒是买过 非常的了解 不需要上网找 就是这样大家就会 不管我煮的多难吃 最后的甜品好吃 就会觉得今天一天都是开心的 是不是 聪明 好 我们现在回去 就要开始我第一次的 做饭出体验之旅了 现在所有的食材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先开始切 差不多那么多就不骗了吧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 才能进口速的烹饪方式 应该是切十字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就是 煮了然后缩水 我是这样在切吗 也不是吧 是这样在切 让我想一想 2000年之后 就需要两根 你有两根 不是应该够了吧 很多啊 很多 非常很多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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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所以这个不管切什么样 都一样 它就只是去腥 是不是 怎么觉得它好像有点漏了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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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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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冲烟打开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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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五片生姜 两根冲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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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小时候有帮外婆打过 我觉得这个程度还是有让我帮忙 谁能告诉我少许是多少许 一勺 很帮忙 挤 我要说 我第一次的做饭完成了 先看一看吧觉得怎么样 不大 很棒很棒 我在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 感觉还蛮顺利的 别遇到什么困难吧 西红柿炒鸡蛋的寓意就是象征着 这一年红红火火 这个糖醋排骨就是今天在刷的时候 然后看到蛮多人加上菜 可能会做这一道菜 然后我自己平时也蛮爱吃的 就是想尝试做一下 但是它确实是有一点困难 料调的太多了 然后排骨可能放少了吧 所以可能会比较黑 糖醋排骨就是有钱有闲 然后很有福气 咖喱鸡就是在来年里大吉大利 然后当时就看到有咖喱鸡这个套盒 先来尝一尝吧 先来尝一尝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 来吃一吃这个勇于挑战的排骨 挑战 我觉得还可以 吃一吃这个咖喱鸡 是我味觉出现的问题 我感觉好像都有点淡 百分十分的话 我觉得可以 六分半七分吧 可能八九分的话 我就觉得是好吃 但是六分半七分的话 就是可以吃 然后才不难吃 然后但是还可以更好吃 减长一下看问题处在哪 我确实吃焦了 糖醋排骨酥的很好 下去别做了 嗯 这开店 嗯 这个大一碗 就是因为毕竟是新年嘛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家人 然后一起团团圆圆 然后开开心心地吃上团圆饭 如果自己一个人可能还得工作 然后回不了家的 那也没关系可以自己像我一样 就是做一顿饭 可以跟家里人视频 就当一起吃团圆饭了 或者说就跟我一起去团圆饭了 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然后平丽安安 开开心心 然后实施顺利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